诗仙里白诗圣不辅动天地 诗摩勒天诗佛王为感人间 苏心流理桃放婉约皆信情 桃梦高层田园边赛反自然 岳府堂诗宋词原曲妈妈柴娜 中华归宝所小传送细字 熊猫天天学诗词 小朋友 宋词啊 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 很独特的一种 他与唐诗争齐 与缘曲斗艳 历来与唐诗并称为双诀 今天的节目啊 让我们继续走进诵词 与一位著名的词人相约 他就是心气疾 心气疾自幼安 号驾轩 与苏氏呢 合称苏心 有词中之龙之称 他是南宋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 同时呢 又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 曾经在南宋做封疆大吏 是个很厉害的官员 这可是古代省一级的长官 职权很重的 但是啊 他的抗金主张 却遭到了其他人的记恨和统治阶层的打击 后来他终于被罢免了官职 回到戴湖隐居 过着悠闲的退隐生活 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读一读他的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西江月啊 是这一首词的词排名 夜行黄沙道中 才是这一首词的题目 那你从中知道了些什么呢 这个黄沙呀 是指黄沙岭 在江西省上饶的西面 所以这一首词是新契级 晚上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 写下的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心气急 明月别之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道花香里说风年 听曲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石锚点 射林边 路转西桥 呼泻 词就像一杯清香的绿茶 需要慢慢地品尝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品味一番 多多之前说过 有些词有上下两雀 这首词也是 你知道它的上雀是哪几句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明月别之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道花香里说风年 听曲蛙声一片 这四句的意思是说呀 天边的明月 升上了树梢 惊飞了 栖息在枝头的喜鹊 清凉的晚风 仿佛似传来了远处的 蝉叫声 在道花的香气里 人们谈论着风收的年景 耳边传来一阵阵 青蛙的叫声 好像在说着风收年 小朋友 新气急说青蛙们 好像在争着说风年 你觉得 真的是青蛙在说吗 多多也觉得 可能青蛙农民 连作者自己都在说着 今年会是一个风收年 新气急闻着 飘在黄沙岭的道花香 该有多么期盼着 农民有一个风收年呢 我们读这几句的时候 一定要带上这种期盼之情 这么充满诗情画意的月夜 让人像走进了画卷一般 此人走着走着 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石茅殿摄林边 路转西桥忽现 作者完全沉浸在 展望丰收的喜悦之中 全然感觉不到天气的变化 先前天气晴朗 不知什么时候 天空上已经飘来了乌云 豆点一样的雨下起来了 他突然有些着急了 就是这个时候 旧石茅殿摄林边 路转西桥忽现 从前那熟悉的茅殿小屋 依然坐落在土地庙附近的树林中 山路一转 曾经那记忆深刻的溪流和小桥 都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小朋友 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作者是怎样的心情呢 一定是很惊喜 突然就放松了下来吧 小朋友读的时候 也要像作者一样 有惊喜 有放松啊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这首词吧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心气急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心气急 明月别之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明月别之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道花香里说风年 听曲蛙声一片 道花香里说风年 听曲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石矛电射林边 路转西桥呼现 旧石矛电射林边 路转西桥呼现 小朋友 今天我们学会了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这首词 同时呢 还学会了一个 常见的汉字 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最早的样子 是不是很有趣呀 毛是一种草本植物 春季先开花 后生叶 花碎上蜜生白毛 常见的词语有 毛草 我们用它来造一个句子吧 战士们用 毛草和树枝做伪装 把自己隐蔽起来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 就到这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